好啊 早晨Chris 早晨Chris 早晨Sharon 我其實這兩天一直都有 follow眾新聞的狀況 其實我昨天也都看你們最後一集 《香港仔細天》和《中國早新聞》 其實你和小源都是我的上司 就是以前南祖和這個友善 雖然我現在沒有跟你們做事 但是我自己都覺得很難受 我見你們後來《眾新聞》 就是最後一集的時候 其實很多年輕的同事都哭得很厲害 其實那個情緒是怎麼樣的 還有其實是不是這個是一個一致性的決定 就是在這個時候停運了 而其實中間有沒有 就是有些人是不想的呢 始終都是要將個 因為《《立場新聞》上個星期 被拘捕啊 被檢控啊 用的是《刑事帳條例》裡面 就是《全民法》的線路開密 然後之後都陸續會知道是因為一些文章 然後官方方面也都說過一些字眼或者內容 是犯了 事前犯了 為了罰的 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看到 如果用同樣的罪 或者是同樣的一些文章 可能有些文章是不同渠道 不同平台都登載過的 在我們《眾新聞》的平台應該都會登載過的 也都可能有些文章是在我們那裡登載過 也不是在《立場》或者其他平台登載過的 那個風險就已經有在那裡了 然後就我們再… 國安處李桂華出來說那二十幾篇立場的文章 出示那幾篇文章 其實在《眾新聞》你們檢視的時候 其實有一部分都是登載過的 因為它都是把部分的一些字眼 或者是涉及的一些相關的 可能那方面的內容這樣 我們看著 會是我們可能有這些文章 我們其實宣布了 昨天應該都是內地的一些媒體 其實都有提到 我們登載過一些他們認為是煽動的文章 然後我們就再過去那幾天 內地什麼的媒體呢? 就是那些官方媒體呢? 雖然其實他們大部分都是官方 但是有些可能是軟一點的 其實是哪一類型的大陸媒體? 我們其實是看到有些官方媒體裡面 在報導《眾新聞》宣布停滑的時候 它都有提過說《眾新聞》是曾經登載一些 煽動的文章 這個究竟它沒有再有夠多的說法 但是這個基本上都是跟我們的評估 是吻合的就是 始終我們這一類網媒其實是比較開放的 那就是那個赤道我們判斷應該都是一些文章 一些觀點那樣 那不應該說有什麼的問題 那實際上就是網媒那個 希望也是比較開放的一個平台 就是可以讓很多不同的意見 可以透過平台那裡發表 完全沒有想過說那個風險是隨著整個環境 或者《國安法》實施之後 《國安法》實施之後 當然看到有些媒體《蘋果日報》出事 有些提到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是一些呼籲外國制裁 這類的我們較為清楚 我們應該沒有了 但是再拉闊一些 可能是說煽動一些仇視啊 或者藐視啊 政府啊 政權啊 那這個就很闊了 很闊了 那只要它覺得整體的媒體 它覺得是有問題 或者它是 或者它是已經在它那個目標的話呢 它要去再找一些的文章 來去將它那個可能會採取的行動合理化呢 這個是不懶了 我們會覺得 那變成那個風險就是會實在了很多 那我們立場之後 那很多的一些的觀察的人也好 或者是關心媒體的人也好 或者是都有留意一些分析政治情況也好 都會覺得眾新聞那個風險是越來越大 是實在的 那我們就開始就很快去談 談也是再將我們一些聽到的一些訊息 再整合一下 再分析一下 那基本上都會覺得是在目標那裡的 因為都會覺得過去那一兩年 當一些有背景啊 官方啊 或者一些建制媒體看的時候呢 都會覺得《平革日報》 《立場新聞》 《眾新聞》 都是那一類的 他們所謂的 有些會形容是旺媒啊 這樣 當這樣的一個歸類的 已經很清楚的話呢 那就變成了是 那個位置就是說 它會不會全部都 就是所謂清光呢 還是說會容許我們一些可能 或者是暫時 它覺得是可以OK的 做下去 看看你們怎樣 就算是這一種情況呢 都會覺得是 不能夠有什麼囂合心理 又或者是在一個這樣的風險位下面去運作 那對同事 對所有人 其實都不是很公平的 那所以一開始去分析 評估 評估就是說 會不會這段期間 就是大風大浪 過了一段時間就會完呢 也都看不到 看不到是 就是什麼時候這段時間是會明朗一些 會比較相對 風平浪靜 或者是小小浪的 那我們都還可以 就是船帶小船都可以再航行下去 或者是 但是看不到的話呢 就覺得那個浪 可能會越來越大了 那我們是很難再支撐下去 很短期間 做了一個決定 然後都跟一些同事說回來 當然有些同事會問一下 是不是真的沒辦法了 是不是可以多看一會了 但是最後大家都理解了 大家都理解是要做這個決定 所以我們昨天做到最後一天 有個節目都給一些問一些同事 都是做了幾年 或者是小數有些是由五年 四、五年開始加入我們 有些都是做得很短時間 有部份也是一些學生來的 我們的實習學生 無論長短都會覺得很 那個平台他們做得很開心 覺得他們學到一些東西 很多機會給他們做 其實除了說沒有了一個平台 都是很想做記者的年輕人來的 都會很迷惘 就是究竟記者下去怎麼樣呢 所以昨天跟一些記者 回應記者的時候 都有一些行家這樣問 我都有提到就是 年輕記者都不只是這次立眾新聞 之前我想一些媒體被迫停運 都會很多的震盪都會很大 衝擊會很大 但是就要相信新聞工作的價值 那個信念 那個改變的話 將來是不是那個環境好一些的話 是可以在不同的 甚至現在其實都不可以說沒有了眾新聞 就沒有了一些平台做事的 有些媒體可能那個環境複雜一些 可能是處理新聞的時候會謹慎 就是會有些不同的做法 但是不代表沒有得做 但是比如好像 我都說我第一份工作 在南韓中國的時候 我跟你做事 竟然之後在有線人的時候 其實就跟司徒縣 就是由政治組變中國做 其實那時候去大陸跑新聞 當然都是有很多紅線的 但是那時候我們跑新聞的時候 都覺得還有得做的 所以其實我跑新聞的時候 就是這樣因為是最黃金的時代 就是電視台有最多錢 競爭很大 也都相對開放 但是你說現在其實真的有沒有得做呢 就是其實我自己都很 不單止這些年輕的記者而說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否定 因為史無前例 雖然好像你和小元都做了 就是這麼多年 在香港媒體 其實你都沒有遇過這一條的煽動喊物 這個罪 就是這個這樣的罪名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是 你知道說話其實就可能是中的了 已經 的確是 雖然我們做新聞組內 也是跟一些政治相關的新聞 那 都一直都會以為 我們那個 就是很小心這條線 我們知道有哪些是 實際上我們都不是 我們 我們的朋友、行家 都不是那些 是有什麼其他的動機 就是真的做新聞 有些的問題 的確是 從那個客觀 事實那裡去分析 去處理 都會覺得是 壓力當然會有 當然有時候一些言論 評論 分析 或者處理一些故事 都可能會 一定都會有些人高興的 覺得 是不是 是不是 罵得這麼厲害 但是 對方又會明白 其實 媒體的角色 的作用就是這樣 有時候 社會上的確有這樣的聲音 這樣看的話 亦都是一些 正面看 亦都是一些鞭策 但是去到一個情況 現在就是 有很多事情 你自己都不太掌握得到 不太掌握得到 究竟 過去 你一直以為 那條線 是很清楚 你基本上都大概知道 那條線在哪裏 你就不去 不去試過超越它 但是 現在就好像是 那條線是 會浮動的 會 會 忽然間你發覺 你原來已經是 跳了 就是那條線 這樣 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 我相信 媒體 其實我相信 都不止是妄悔 我想 很多 現在一些主流媒體 過去這段時間 有時候一些新聞 都究竟 就是 被通緝的人士 這類新聞 究竟要怎麼處理呢 相關到內地的一些網上 或者社交媒體 微信 裡面的一些訊息 有時候應該怎麼處理呢 都應該多了一些的考慮 除了國安法之外 現在就是 看到 串謀 這個發布 煽動刊物這裡 就很實在的問題 這個現在就好像TVB那樣 基本上除了抗疫新聞 是什麽都沒有的 就是你什麽都不知道 那麽就沒事了 這個其實都是可惜的 因為 很多時候 實際上現在科技 就算你的媒體不報導 但是很多的一些 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其他很多人 其實都是有一些訊息的 反而一些訊息 你透過新聞工作者去處理過 他會 如果有些信 有些不同的看法 傳媒又會把不同的看法 說出來 或者是那些訊息 可能是 有些地方可能 其實是有問題的 有質疑的 會點出來 幫助那個讀者去理解一些訊息 其實是有那個媒體的作用 如果你完全沒有空間 給一些媒體去發揮這個作用的話 那些訊息不會消失的 那些訊息就會直接去到一些受眾那裡 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政府經常說的 所謂的虛假訊息 假新聞 其實正正是因為很多的一些 虛假訊息 和所謂的假新聞 政府其實就應該是 要令到有一個更加好的 一個平和的環境 給媒體去發揮這個作用 就是不要想就是 我立了一條法 一有些什麼 我就抓人去這樣那樣 你所謂網上這麼多的 很多源頭不知道是怎樣的東西 有些一定都會直接去到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 很能夠發揮作用的媒體 講的是很多不同的背景 大大小小的媒體 同樣是會做這些 就是將一些很多不同的渠道 或者是在網上流傳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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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個處理 其實是能夠令到很多信息 更加健康地 或者是自然而言 將一些所謂的謠言 或者是一些有目的的一些信息 所以如果有很多信息 就在這個層面上 其實就不會讓他們透過媒體 但是現在是 媒體一直這樣去 我會覺得是收縮 少了一些的 《蘋果日報》也好 網媒也好 不代表是之前這些媒體 可能會的言論 或者是一些內容 就會沒有了 可能是不知道 什麼渠道可能在網上直接出來 反而可能是 有時候可能信息更混亂 我還有兩個問題 這個部分想問 其實Chris 你覺得為什麼會在立法會選舉完之後 立場所謂被動 有些說法說 因為投票率低 真的不行了 所以就是這個報復的樣子 你覺得為什麼會在這個 結束立法會選舉之後 會動立場呢? 這個很難去猜測 猜測選什麼的時間 我相信也未必是很注心的累的 計算過了一些時間的 反而就是那個趨勢 或者是大的背景 其實《國安法》 或者再拉前一些 《反修例》之後 我相信官方也好 中央也好 或者政府也好 都會 公開也這麼說 覺得媒體是有一個角色 令到整個修例所引發的政治風暴 官方認為是一些動亂 媒體是有一個所謂的推波作難的作用 而個別的媒體 都在過去一兩年間 所謂的黃媒 機構就已經是 多少好像令人覺得是定了性 定了性就是 他們是 起碼這邊現在是有這樣的 令到香港很亂 這當然不是很公平 也都是很多理解上的錯誤 因為整場風暴 怎麼會是媒體造成的呢 或者是令到整件事惡化呢 我想客觀分析也不應該是這樣 但是現實就是認為媒體的一個問題 所以《國安法》裡面已經第九條了 好像裡面也有提到 媒體 學校等等 要加強一些《國安法》的推廣 那時候三座大山 教育 司法 是不是那時候還有媒體呢 司法應該不是的 可能是 比如公務員那些都有提過 有些就看到很多事情做了 宣誓了 然後學校也都清楚了 教育 也都是自己解散了 媒體就陸續出現《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當然複雜很多了 立場相對清楚一點 就是一些 首先提到 傳媒發佈這個線路刊物那裡 這裏就是 他們去年 應該五、六月左右 是將所有的東西下架了 都會知道可能是會有 後續的行動 很多分析都會覺得是 可能是未必會就這樣完 實際上現在都看回頭 真是採取了行動 那 我相信是在2019之後 中央對香港很多事情都是傳盤 很全面地去看一看情況 有些事情是要陸續續做的 如果選舉的話 選舉制度就全改了 媒體就有些事情會 政府有些事情遲些會做 那些假新聞化這樣 針對機構的 也都看到是陸陸續續的 《蘋果日報》 立場做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計劃 一個計劃裡面要做的事情 什麼時候做 怎麼做 我相信都查了一段時間 要翻查了很多它們登載的事情 現在這樣看回頭 會不會都有其他的媒體 包括眾新聞 其實都已經做了一大堆功夫呢 都不排除了 我們都看到有時候一些 一些具官方背景的媒體 他們怎樣 他們有時候一些文章裡面 都會提到眾新聞的 我們的一些 我的背景 或者是我們一些發起人的背景 可能都跟《蘋果日報》 或者是《記協》 拉得上關係 這樣的話 就看到可能是時間問題 或者是它會不會 當然它一天還沒做採取行動 或者是抓人的事情的話 都可能會有變化的 但是這個是完全掌握不到 所以從我們的角度來講 就不想去承受一些這樣不凝朗的情況之下 去繼續我們的工作 但是如果它真的target了眾新聞 其實你現在停運 那代不代表它不追回前面呢? 因為現在其實是可以追回很遠的嘛 當然是 當然是 我們也不是說我們不做 可能還未必會有事 都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始終我們過去幾年 我們登載過的文章 有時候可能我們都沒有時間再去看 整理一下 你就算下了架 是不是沒有事呢? 有哪些 我們都不可能借上所有的東西下架 還有 也都是 事實上我們是要登載過那些文章 要追究的 要追回頭的 都不能夠排除的 只是覺得既然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覺得這樣下去 就是做不到我們原本想做的東西 那這個都是相當重要的考慮 就是我們這樣 無論初初是規模小很多 那都是想做一些我們想做的東西 那才用了一些功夫去成立一個平台 那如果現在是做不到 或者越來越發覺是很難的 這樣做到我們想做的話 那就要問就是我們的平台是捨不得的 但是作用都做不到我們想做的東西的話 那自然都是要做一個這樣的決定 好的 Chris 我們不如談到這裡 我們第二部份就再回來想和你談一下 你自己都在大學裡面是教新聞系 其實好像那些記者朋友問你 讀新聞系的學生 其實還有沒有前途呢? 香港那個的新聞發展 還有沒有發展呢? 我們稍後第二部份回來談好嗎? 好